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FanTraveler频道 我是蒙城凡高 今天跟随我的镜头来探索蒙特利尔的宗教瑰宝 玛丽女王世界大教堂 它的全名,圣雅各伯与玛丽女王世界大教堂 是蒙特利尔总教区的所在地 它是魁省的第四大教堂,仅次于圣约瑟夫大教堂 圣母大教堂和圣安妮德伯普雷大教堂 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 地址1085Rudy Law,QCH3B2-3,Canada 历史,玛丽女王世界大教堂是蒙特利尔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 其建设始于1875年、1894年正式落成 教堂由建筑师维克多·布尔乔设计 建筑风格受到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启发 被称作缩小版的圣彼得堡大教堂 蒙特利尔的第二任主教 伊格纳斯·布尔格特·Ignus Perchette下令修建一座新大教堂 以取代在1852年蒙特利尔大火中被毁的圣雅各伯大教堂 1857年,布尔格特在罗马逗留期间 决定将未来的大教堂建成圣彼得大教堂的缩小版 这个想法来自他的秘书洛斯·奥克塔夫·帕雷神父 这个选择体现了布尔格特对教皇的崇敬之情 建筑风格 教堂采用辛巴洛克风格并结合了古典元素 其壮丽的正面装饰着圣人雕像 绿色的大圆顶在蒙特利尔市中心尤为显眼 玛丽女王世界大教堂是魁北克省第四大教堂 可容纳超过3000人 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正面顶端 有12位使徒的雕像 而在这里,教堂的正面则装饰着13个蒙特利尔教区的守护圣人的雕像 这些教区共同贡献了他们的宗教财产 内部装饰,教堂内部同样令人叹为官职 圣殿装饰有精美的壁画,彩色玻璃和雕塑 主祭坛是焦点模仿圣彼得的华盖,装饰非常华丽 天花板上会有圣经场景和重要宗教人物的壁画 文化遗产和重要性 1955年,玛丽女王世界大教堂被教皇庇护十二世升格为次级圣殿 它是蒙特利尔总教区的所在地 在当地天主教社区的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除了宗教功能外,由于其历史、建筑和文化重要性 这里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纪念碑 1903年6月24日 教堂前揭幕了由路易菲利普·赫伯特创作的伊格纳斯·布尔格特主教纪念碑 国家历史遗址 2006年5月14日 加拿大政府通过环境部长罗纳·安布罗斯揭幕了一块牌匾 确认该教堂为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 感谢收看,下次再见